CII,我想大部分同學應該都沒有 好像都可以做得出來 照著打一定也不會問題 只是不要連照著打都打錯 那就麻煩了 記得那個刮鬍還有什麼 有些小地方 因為這 只要細節都掌握住的話 就跟你寫字一樣,溝通嘛 那其實上個禮拜講那個庫克 講說程式語言比英文更重要 他其實重點應該是講說 跟電腦溝通應該比人 因為英文就是他自己本身的母語 所以其實他意思應該是說 你要讓電腦知道你要做什麼 這件事情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未來 可能像之前是國際貿易 因為貿易之間會有語言上面的隔閡 現在的話都網路交易了 所以其實甚至是跨境交易的 甚至電商網路 其實你會發現 慢慢你跟實體店面 或者是真實的人接觸的機會 會越來越少 所以你買東西有時候 以前好像一定要到店裡面啊 最早什麼雜貨店 現在沒有啦 完全也不需要人了對不對 可能賣場也不需要結帳了 甚至像國外 北歐有一些國家已經 像瑞典啊 芬蘭已經全面不使用貨幣了 他們已經八成以上 口袋裡面沒有錢 他們都是用手機 或者是用那個信用卡 直接假如你到那個北歐國家 可能你去換現金也很難交易了 那當然是一種趨勢 而且他們走在比較前面 那也就是說以後 可能你會跟電腦跟機器溝通的 會比人還多啦 那沒有辦法 所以以後你可能要學會一種語言 就是跟電腦溝通的語言 那這就是程式語言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學的東西 那這些其實也都還蠻有條理性的 那我們也是學習很簡單 第一個你要怎麼樣 跟他講一下 就是說呢 因為我們關鍵 所以你在思考邏輯上面的時候 你們可能就是慢慢要去習慣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說你這個 裡面的到底要怎麼樣 把這東西給設計出來 那設計出來的 可能像這樣的東西 那你要第一個直覺想到什麼 想到就是說你要怎麼樣 這個東西的程式的結構 慢慢就要把它想出來 所以一般我們不會一次馬上全部寫完 可是你可以思考就是說 這個地方可能會需要什麼 電腦會出題 所以電腦會出題的話 大概你就要想到說 用一個random 所以這個部分的程式 你可能就要想到 那以後呢 假設你要寫類似的東西 那也不可能全部背下來 不過我是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曾經寫過的程式 你可以拿來當範本 像有時候我寫過東西 我會留下來 為什麼 因為有些東西 可能被 沒有人把東西隨便塞到腦袋 但是 以後如果要用到的話 你就拿來用就好了 那基本上呢 你只要改什麼 改那個幾個地方就好了 如果你要產生亂數 你就記得 這個加這個 就可以亂數了 那亂數回來的東西呢 就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month 所以它回來 會是1到12裡面的亂數 那當然你如果忘記的話 我建議你在後面加個註解 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東西整理一下 放在你以後找得到的地方 像我習慣放在雲端嘛 那我以後就到雲端裡面找 比如說哪一段 我曾經寫過的東西 那我就從裡面 參考一下來做就可以了 比如說 我們後面還會有個猜拳遊戲 那猜拳遊戲的話呢 剪刀石頭布 可能我是一個 放在一個list 清單裡面對不對 是剪刀石頭布 那我要從剪刀石頭布 電腦先幫我出題 電腦出題就是 用什麼呢 用一個random 然後呢 去從1到1 1到4 1到4前一個 那當然 它這個清單list 它一定會是從0開始 所以如果你要避開有沒有 沒關係 你前面加一個空的也可以啊 它就會從1 2 3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技巧 那你可以把它削起來 以後的話 都可以套用 什麼時候用呢 就是只要需要亂數 取得東西的話 那再來 底下可能會有問題的 就是說 讓它 所以它輸入 輸入的話呢 假設它輸入一定是 那個 就是一個數字 那可是要轉型 就int 轉過來之後呢 再比對 那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無窮回應 就是讓它不要一次做錯就跳 因為你如果做錯 你希望一直讓它 可以回來的話 你會發現啊 這個地方主要是針對這個 它才能回來 不然如果它做錯 成就跑到下面 就結束了 錯了就錯了 可是它不知道哪裡錯 如果你希望它 不斷不斷輸入的話 記得很簡單 你只要在前面 加一個壞回圈 後面的話呢 就是加一個什麼呢 F不等於 等於1 其實同常也不要容易卡住 因為這個地方有個等於0 預設值等於0 所以進來的話 F是不是不等於1呢 這個叫不等於 不等於1 0是不是不等於1 答案是什麼 true 那true的話呢 會進去 所以它如果又答錯 那它又繼續 繼續的話呢 如果又答錯 又繼續 除非呢 它兩個相等 兩個相等的話呢 那我就把F等於1了 所以裡面這個地方 就1 4不等於1 這個邏輯會出來false 一定是false 所以呢如果是false的話 那它會怎麼樣 就離開了嗎 對應該可以了解這個意思啦 但是呢這種寫法 也不是唯一的啦 另外還有一種寫法 有的同學想說 老師那 這樣好像有點囉嗦耶 我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寫 其實另外一個寫法 我不要F 我可以怎麼樣 等於1 等於1的話 意思是說無窮迴圈 反正就一直跑就對了 除非呢它遇到什麼東西呢 遇到一個break 所以你也可以另外一種寫法 這邊打一個break就可以了 有沒有 感覺這樣好像比較清爽一點 少了那個東西 那這個敘述就是說 我不要F 但是呢我就讓它一直跑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那當什麼情況下呢 當它答案正確 再去break 這樣的寫法也ok啦 所以 程式其實沒有標準答案 反正就看你習慣 可能我第一個剛開始想說 我要跳離 不過有的時候是 因為以前習慣在Java裡面寫的方法 所以有些程式甚至是從Java裡面把它 複製貼上改而已啦 這老實跟各位講 有些真的就是 以前Java教過的東西我直接 但有時候其實感覺上 因為Java 好像會有些地方比較拖你帶水啦 然後我就 如果在那個 Python裡面 假設你可以讓它更簡潔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時機點 做一個break 所以喔 無窮回圈 記得喔 這個叫無窮回圈 一定要有一個地方讓它可以break 如果在無窮回圈裡面沒有這個break的話 那它就會 無窮回圈 無窮回圈就一直跑 跑不出來 有時候就是 就是叫城市的死當 因為有時候 有些城市一直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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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一直轉 因為它轉不出來 它沒有結束的地方 或者是一種有break 但是這個邏輯永遠不會發生 如果這個邏輯不會發生的話 也永遠不會跳離 那就麻煩喔 所以這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大概會有這些改法啦 那怎麼改 我想自己再稍微 應該記得吧 這邊改為1就可以了 不過另外一種寫法 你也可以怎麼樣 這邊可以改成true 這樣也可以 你這邊打1 跟打true其實都可以 那至於哪一個比較好 我記得好像那個網路上有人在討論喔 他說用python有3.6也有2.7嘛 如果你用這個在3.6跑得比較快 用true跑得比較慢 但是如果用true在2.7跑得比較快 那用1跑得比較慢 不過我覺得慢多少 那麼慢的感覺完全 大概可能是千萬分之一秒 那跟沒差啦 所以看你怎麼習慣 不過好像打1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才一個字 壞喔1冒號 最好最簡單嘛 所以有時候我還是推薦用1啦 因為第一個字數 我的習慣啦 程式越短越好 字數越少越好 看起來至少清爽多了 所以理論上呢 你寫完程式還可以再更精簡 那精簡的前提是 你也可以試試看啦 不要說這個寫完就算了 OK好 那還有就是說 可能前面講過的就是喜好設定 因為我們本來 原來在第一行開頭會打一個什麼 shard然後coding等於UTF8 那個我講過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又一定要 假設你環境又重改的話 喜好設定這裡 一定要把工作區 原來的MS950 一定要改成UTF8 如果你沒有改UTF8的話 那只要你有打中文的地方 都會出錯 OK這邊的話大概說明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下一題 這個有點難度 不過 參考一下剪刀石頭布 如果我要設計一個什麼 剪刀石頭布 這個概念大概都有 請輸入1 2 3 4 總共會有四種可能 那輸入之後的話呢 能夠跟電腦比對 所以這個地方一樣 比如說我輸入剪刀 那理論上 所以這個地方你的邏輯思考 第一個 那電腦要亂數跑 一樣要1 2 3 那在那個清單裡面幫我抽一個 兩個再比對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大概寫了幾個重點 比如說我把它執行 這邊看一下 比如說我把那個 輸入剪刀ENTER 那你會發現兩個 比對一下 如果這兩個相等的話 那就平手 當然你如果要結束的話 你可以打個END ENTER 它就跳離了 那這裡面的話有幾個 比較重要的點 我們大概看一下 這個程式 在雲端上也有 那首先第一